他的作品也是我目前尝试在学习的一些部分 是关于人的那个部分 他的舞蹈动作里面有很多生活化的一些小细节 那个也是我后来在浮动的房间里面 或者是踏踏扶闹里面 他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我希望说能够从他的创作经验里面去连结到 让我纯姿体的部分 他能够也有比较人的感觉的温度 可是我的出力方式当然不可能会跟竹子一样 然后当我在看竹子的舞的时候 我会觉得舞者很棒很厉害 是因为我不想要跳他的舞 因为他的舞很辛苦 就是他的舞很折磨人 也就是因为他的舞很折磨人 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 自身在那样子痛苦的 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的那种周期 周而复始一直不断的被关在一个小地方 重来又重来又重来 然后但是又要保持希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他的舞 但是我也很庆幸我不用跳他的舞 但是我很谢谢有舞者愿意跳他的舞 I still have my money I still have my telephone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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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e